食蒼 食蒼 優良的水質和黃豆讓這裡的豆腐遠近人靈 也是松陽傳統美食 泡豆腐釀肉的最優原料 今天我們來到食蒼古民居 我覺得泡豆腐釀肉 這道菜或許看起來是有點蠻簡單的 但其實有很多關鍵 如果沒有做好的話 那這道菜就不會做得不好 第一個就是所謂的泡豆腐 這個炸的過程怎麼樣把那個豆腐炸好 對吧 首先豆腐沒炸好這道菜就不用做了 對吧 那炸豆腐的火候掌握怎麼做 一般的話是在七層左右 我們下廚炸 然後透豆腐的豆腐一定就是 最好是剛做好的那豆腐 炸它效果是最好的 肉塞進去不要塞太少 同時又有空隙開 我覺得最好的方法就是 試一下你是否還能夠有 就是還能夠壓得動它 如果壓得動它 這個就是沒問題的 好 好 當次做好的泡豆腐釀肉加入高湯燉煮 使食材的香味充分融合 泡豆腐釀肉最終完成 鮮香味美 口感豐富 哇 泡豆腐釀肉做好了 我和師傅在契約博物館門前 擺起豆腐宴 在一張張契約歷史的見證下 陪伴享用